是生技場台灣東洋 去年一度宣布取得了 德國的BNT新冠疫苗台灣代理權之後 股價是直線上升 但是事後破局了 還引發了類似是內線交易的事件 股價是爆量漲跌 檢方經過了將近一年的搜證 掌握了明確的證據 而檢調人員今天是兵分了26路 來搜索東洋的總部等處 約談了東洋的總經理石俊良 以及多名的高階主管 一共26人到案 傍晚陸續移送到市領地檢署附訊 當時鄭重澄清的董事長林璇 雖然不在內 但是他頂著小英愛將的光環 後續偵辦會不會遭到傳喚 深受各界矚目 這正式取得德國原廠BNT的授權書 馮光周開記者會 台灣東洋去年宣布取得 採購BNT新冠疫苗代理權 不到一個月就宣告破局 疫苗連個影子都沒看到 倒是股票大漲又暴跌 一次涉內線交易大賺5.5億元 如今檢方掌握市政 全台繽紛26路 搜索東洋公司等地點 帶回總經理石俊良等26人進行訊問 不要再質疑東洋是買空賣空 就沒有這個事情 當初情緒激動 講得信訊淡淡 東洋董事長林權否認炒股 但是東洋沒買到疫苗 股票暴漲暴跌 外界相當質疑 原來東洋去年10月12號 宣布取得BNT授權 收盤價69.5元 但接下來三天漲停後 爆出3萬張成交量 11月3號收盤後又緊急宣布 沒能取得授權 股價跳空跌停 6天後更跌回到69.3元 加上早在前一天 離奇爆量1萬多張 這麼一波起伏 提前內線交易的人 恐怕至少大賺 無益5000萬以上 賺到暴力的人到底是誰 有沒有東洋內部 或是衛福部的人 甚至總統蔡英文的愛將林權 有沒有涉入 疑暈重重 經過將近一年 檢調才有動作 林權目前還沒有被收藏 林權到底本身有沒有涉案 我覺得檢調也要去查個清楚 如果東洋有問題的話 另外一個股價 跟跨上高端沒有問題嗎 而應該要把所有 可能在發國難財人 一個一個都揪出來 東洋緊急發聲明 對檢方搜查約談 包含總經理施駿良等12名員工 感到意外與震驚 表示如果真的涉案 不論層級一律嚴懲 董事長林權 並沒有在這一波約談名單當中 但隨著案情升高 能不能真的全身而退 還得等司法單位徹底查證 藉張被子 姚立強 採訪不動 谷竿 中文字幕——YK